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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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武帝就增加诸侯的礼遇 废止官吏检举诸侯王之事 对诸侯王施行优势亲属的恩惠 不过 据史记刘胜为人喜好酒色 有120多个儿子 那么 刘备是哪个儿子的后代呢 史料上的记载 则是语言不详了 不过 无论怎么说 刘备还是取得了很多功绩 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 在赤壁之战后 先后拿下荆州 一州建立了蜀汉政权 展开全文刘备 刘备打天下的时候 身边的人才非常多 比如说 张飞 关羽 赵云等等 所以 很多人认为 蜀汉最后灭亡 是刘备没有选好鸡班人 让胆小懦弱的刘缠做了黄鼠 实际上 这也是刘备的无奈之举 刘备的义子刘峰是很牛逼的一个人物 不过义子毕竟不是自己亲生的 为了抗衡这股倾向 刘备就要选定接班人 刘备得子比较晚 46岁的时候 刘缠才出生 而那时 另外几个儿子 包括刘勇 刘李等 年龄更小 所以 刘队只能传位给刘缠 在《三国演义》中 罗冠中把刘缠写得一无始处 实际上 刘缠是很聪明的 颇为人意 是已受到诸葛亮的大家赞美 在诸葛亮手握重拳时 刘缠不但没有对诸葛亮多加顾忌 到处相对 反而很有自知之明 他晓得本人的所长 不在治国的计谋定夺上 因而内务外政都交给诸葛亮抛弃去做 还笑称 既责寡人 诸葛亮可怜在武藏元逝世以后 李淼曾提出绞杀诸葛亮的同党 刘缠也没有答应 反而是将李淼收监处分 可见 他对诸葛亮并无什么怀疑 而是真正佩服 刘宗容公元263年 后主刘缠投降 属汉灭王 刘缠和皇族前往洛阳居住 此前 刘缠的 儿子刘缠 劝阻刘缠坚守成都受到父亲拒绝后 在他爷爷的词向前自杀 并且将一家老小全部亲手杀死 以表示不投敌的决心 不过 刘缠对现实情况看得很清楚 根本抵挡不住司马家族的铁骑 很多人认为 这也是刘缠的高明之处 虽然后人耻笑刘缠的不思数 但是 在那种情况下 不那么做能怎么办 也许会让自己和家族遭遇灭顶之灾 后来 在五湖乱华中 很多刘缠的后人在动乱中遇害 侥幸生存的人们 也淹没在历史长河之中 那么 刘缠还有后人吗 最近 有媒体爆料 四川和桃街村刘宗荣就是刘缠的后裔 家谱刘宗荣自称是刘缠的第73代后人 开了家草鞋店 现在 很多外地人冲着他是刘缠的后人 而到他店里买草鞋 提到为啥编织草鞋 刘宗荣说 我怕老祖宗一留下的手艺没人传承 就在县城开了家草鞋店 这是刘备后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对 于他说是刘备的后人 很多人还是持怀疑态度的 这个时候 刘宗荣拿出了一本刘诗大宗全谱 宗谱是由陋世名作者刘雨昕之子史修 历经宋 明 清六次修转而成 上面记录了清庸正三年 刘队直系后裔刘宗荣的仪式组刘成龙 刘成基从湖南湾尼渡村 迁入现在的四川和桃街村 不过 就是刘宗荣拿出家谱 还是有人持怀疑态度 作者 每日汉字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在佛桃街村里 甘是主圣涟的 提摆 编写 好 都